大家好,我是老木 做花卷不蓬松,发黄,一拉就断 手法不太了解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基础手法和发面技巧 让咱们轻松做好花卷 咱们还是直接和面 把配面比例放到后面 咱们面粉放入之后 在中间简单的开个窝 不要露底 然后加上油 再加上白糖 盐 再加上温水 咱们这个温水30度左右 再加上高活性的干酵母 先把干酵母和水、糖搅拌匀 然后咱们用面去推水 把它搅拌匀 搅拌成絮状之后 咱们再揉成面团 这样咱们和面就不容易粘手 和好的面团 揉成像画面中这样比较光 不会粘自己的手 接着咱们发酵的时候要注意 咱们如果在温水锅里去发酵的话 这个温度要控制在30度 最好 盖发酵20分钟左右 就像画面中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拍之后能看到它的蜂窝 非常的密集 这样的发面就是比较合格的状态 背着揉面排气这一步 大家常犯的错误是揉面不到位 就是里面还有大气孔 咱们稍微揉一下之后呢 就来做了 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出问题 咱们揉面一定要把它揉实 里面的气孔很小才可以 这样不管做馒头还是做包子都非常好使 然后咱们用擀面杖把这个面擀开 擀面的时候假如看到小气泡 一定要给它挑掉 擀成此时画面中这样的薄片 厚度呢在0.5公分左右 然后放上油 放油的时候不要过多 咱们放个七八克就可以 然后把它抹平 抹的时候在下面这个地方一定要剩个三公分左右 不要抹到 然后咱们撒上适量的盐就可以了 不需要撒别的 然后再撒上咱们准备好的香菜 大家喜欢吃葱花的话也可以撒上葱花 后咱们折叠的时候大概三四公分宽 咱们给它叠压在一块 咱们叠的时候只需要注意把里面的气排出来 不要让它太空 到最后的时候咱们直接压上 接着咱们直接用刀切出五公分宽的块 这个块呢一定不要太宽 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做法呢 需要让它窄一点 切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分层呢还是比较明显 接着是花角的简单手法 咱们把两块落在一起 然后用一根筷子压住中间 重重的给它压下去 然后用两手拇指轻轻的往里挤 把下面捏住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简单的花卷手法就算完成了 扭花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 咱们不仅可以这样 也可以单独的把一个擀成长条 然后用刀把一边给它切开 然后卷起来 也是一种做法 另外咱们也可以用一根筷子穿进去 在上面转一圈 也是一种做法 反正大家随心所欲 哪一种适合自己就用哪一种 花卷咱们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式呢还是比较简单 而且很好看 花卷做好以后 咱们直接摆到蒸笼里面 咱们放到蒸锅里面去发酵 这个蒸锅的水呢还是一样 不要超过30度 发酵10分钟之后 咱们直接开火 用中小火先烧 然后再改成大火 蒸15分钟 花卷就可以完成了 蒸好之后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每次都非常的成功 咱们在家里想要做出这样的效果 第一面皮不要擀太薄 面也不要过软 还有就是咱们揉面排气这一步 一定要揉到位 不要让它气孔过多 这样咱们做花卷就会比较容易 而且做出来的效果 就跟别人做的是一样的 今天的食材比例 这里是中筋面粉500克 温水准备270克 白糖准备10克 色拉油准备15克或者是猪油 干酵母准备4克不要多 然后香菜或者是葱花准备适量即可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